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台北开这场纪念门会 有两个主要的意义 第一点 六四屠杀这件事 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 其实它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一个政府 出动军队在自己的首都 屠杀自己的人物 这样的行为已经超越了 人类道德的底线 它挑战的是口识价值 挑战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哲学 所以它不绝顾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它违反的这种统世价值 使得全世界对六四的提供 所得到的解决都非常的关注 那么我想 台湾在自己的民主化过程中 其实也有类似的惨痛经历 今天台湾虽然已经走过了那段历史 但是关心中国大陆 类似的问题 我想也是在台湾走向更高一步的 民主化过程中的其中应有之一 那么这可以说是今天在台北 纪念六四的一个历史 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现实层面 那就是中国局势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 中国局势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也可能影响到台湾的切实力 我们最近一年看到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 中国政治开始进入了高度的部分兵器 那么从王位军事件到波西来事件 到陈光城的事件 我们看到中共高层的那种统治的假象 已经被打斗 那么大家过去 对于中共统治的那种统治感 已经被更大的愤怒和不满的缩点感 可以说 在未来的这两年 中国已经非常有可能 开启走向政治改革 开启新一轮社会民主运动的这样一种状况 那么只要这样的状况发生 六四问题就是个关键的问题 如果当局打算资上而下突允开革 那么给六四方案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如果当局不打算资上而下的开革 那么资下而上爆发的人民主运动 也必然提出为六四方案这样的选择 所以六四问题将成为影响 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极关重要的英雄 那么我刚才讲过 中国的未来发展 其实关系到台湾的利益 所以今天我们在纪念23年前的事情 它既是一个人权的关怀 同时其实也是一种现实关怀 那么关怀的就是说 中国的未来发展 对台湾 对东亚 以及对整个世界的这种局势的影响 六四屠杀 这已经已经二十多年了 死难者的成员还没有招去 但是从台湾的经验 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经验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经历多长时间 社会共军正义是一定会实现 我想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天 在六四这件事情上也能早一天到晚 谢谢大家 一定要让 一定说我在留在中国才能起作用 我真的不明白 我留在中国 如果我像在山东一样 会碰在家里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再者说 我觉得能不能起作用 关键是我们广大的民政 要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去做事情 而不是得来说 所以说这是最关键 如果我们这些普通民众 都是用实际的行动来推动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的法治 那么我想 不管怎么样的社会都是会下去的 如果我们仅仅是等它说 甚至连说都不敢说 那么我想 那就是另外一种结果 所以我觉得 我是不是一定在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大家认识到问题的 所在以后 是不是真正的行动 负责的去行动 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为了基本的合法权利 和保障部位积蓋去做一些事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说 人的这种普通力的善良 是不可能通过犯网来推荐 这也不确实 绝对不可能 另外一个就是说 现在的时代啊 想把信息封锁掉 想关起门来做坏事 想在黑箱抛作 想关起门来做坏事 已经是不大可能了 已经到了一个要想人物 从国际几万五的时代了 所以说 他们 这种这样的人物做法 是肚定要失败的 我才得出来 是证明这一点 请你相信啊 旁边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时间做不得 只要我们想去做 然后想办法去做 导人会做成 这没有什么可能 确实是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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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